今天要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不喜歡直燒的原因 現在網路上流行很多的直燒用品 那麼其中有一款呢 他們就是標榜 就是防曬要上三層 然後防曬它裡面的原料就是像類似 他們的產品也是這樣 就是白白的 然後擠出來它的樣子就是這樣 然後他會建議客人呢 就是要塗厚厚三層在臉上 然後標榜用完之後呢 他的臉會又油又亮又白 然後他們也會告訴大家說 用完之後呢 他們用衛生紙擦 表示他們並沒有上妝 的確他們沒有上妝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 擦完之後這麼油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們怎麼上呢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我的手原本他是看得到一些斑點的 因為我都請摩托側曬太陽 那這隻手也是 好然後接著 他就開始這樣上 他會教你用拍打的方式 這麼的油 他講話他本身的粉末他就是白色的 所以他上在臉上的時候 然後一開始 他就是會這麼的白 他已經很明顯了 變得比較白亮 對不對 跟這隻手比起來 他已經變得比較白亮了 然後接下來呢 他會教你上第二層 為什麼不上臉上呢 因為我腦子沒動 我絕對不會讓我自己的臉 塗這麼多的油 今年夏天非常的熱 所以如果 你讓這麼多的油 塗在臉上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人是活體 皮膚需要呼吸 所以你如果 讓你的臉一直 封在油裡面 像做油封壓 或油封肌這樣子 那就完蛋了 看到了嗎 這麼白 跟另外一隻手比起來 已經很明顯 色差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 然後接著 他會這樣塗第三層 每次的用量 就是要這麼多 塗在臉上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討厭 我很討厭他們 不要說是我 我不認同 塗這麼多的油在臉上 怎麼能夠期望你的臉不出事 我治療多 治療這麼多 長痘痘的 把它給治療好 全部都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請他們保持清潔 所以我都會要求我的客人 想要痘痘好 想要臉好 想要粉刺不見 就是盡量多洗臉 就是盡量多洗臉 出油就洗臉 洗完臉之後 上適合自己的保養品 而這個直銷呢 它是跟我的理念 背道而馳 完全背道而馳 所以我非常的討厭它 這麼白 相對的 相對的 它就是這麼的油 你看到 這麼油 然後另外一隻手 人家正常人乾爽都來不及了 只有不正常的 才會教你這樣用保養品 對 他們還會跟你講說 你看喔 我在臉上擦這麼多 那臉變得又油又 又亮的 同時 他會跟你講說 你看喔 我都沒有上妝喔 然後還拿衛生紙 很假掰的試給你看 你看喔 這樣按 白的 也是啦 你改天可以叫它用西油麵紙 西油麵紙 試給你看 看它到底有多油 一張 第二張 好像怕死人而已 沒辦法 滿滿的 有 第三張 这样你叫你的脸怎么能够不出事 怎么能够叫他不出事 我怎么可能把他全部用在我脸上 我脑子又没动 还想继续用吗 祝福你哦 希望你的脸永远没事 感谢观看